近日九天无人机航母在中国陕西普城圆满完成首飞任务 紧接着新型无人机彩虹7也成功首飞了 该机具有显著隐身能力 这两款新型无人机成功首飞 标志着中国军力进一步提升 中国国际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 今天我们来看看德语媒体《奥地利标准报》 对九天无人机航母成功首飞的报道 战争还是和平 九天中国战斗无人机航母完成首次试飞 九天航程搭7000公里 对美军在太平洋的基地构成潜在威胁 中国军方则更愿强调其民用用途 什么比一架无人机更好 许多架无人机 而比许多架无人机更好的 是一架能够搭载许多无人机的航母 中国航天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项目团队 在构思打造一架无人机航母时 很可能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近日这款无人机已成功完成了首次试飞 未来它将负责将大量小型作战无人机远程投送 并在接近目标区域时同时释放这些无人机群 实际上 中国航天工业集团曾在今年5月宣布 九天将于6月升空 至于为何出现延误 该航空企业自然并未对外大肆声张 不过据科技媒体The World Zone报道 一些数据已经公布 这款无人机航母 驿展25米 机长16.35米 自重16吨 最多可搭载6吨货物或者无人机 航程可达7000公里 最高时速为700公里 最低时速约为200公里 续航时间最长可达12小时 多功能武器 据早前报道 九天最多可容纳100架作战无人机 但这些无人机具体型号仍不明确 在一个较早的 由计算机模拟生成的宣传视频中 可以看到大量无人机 从九天的货舱中飞出 其外观类似于伊朗的 沙赫德作战无人机 然而 这种无人机长3.5米 一展2.5米 要将100架此类无人机 塞进长度紧16米的母舰中 显然不可能 九天潜在的军事打击能力 显而易见 但中方仍试图将其新机型 更多的宣传为 用于民用或和平目的的 多功能无人机 中国军方在X平台上 列举的可能用途 主要包括 救灾 地理测绘 以及向边远地区 投送重型货物等 至于该无人机 凭借其远程航程 理论上 也可以覆盖太平洋上的 美军基地或航空母舰一事 则未被提及 好 接着我们看评论 第一条评论 现在一切都只关乎 舆论风暴 以及用垃圾信息 淹没对手 无论是在网络 还是在战争中 人类终于有一天 会淹没在粪土之中 继续往下 我猜 台湾应该和乌克兰 保持着密切交流吧 咱们看更帖 早就这样了 好几年了 甚至有台湾人 自怨赴乌克兰参军 已有数人阵亡 这次阵亡的士兵 是个爱猫人士 在乌克兰时 也照料过流浪猫 好 继续更帖 当然不是因为台湾而研制的 距离太近了 而且大陆 已有足够多的系统 能够很好地完成 针对台湾的任务 但在应对美国方面 无论是来自其海上 及固定基地 环绕中国的美军基地的 航空母舰 还是驻扎在 迪格加西亚的轰炸机 这类无人机 作为补充手段 肯定在考虑之中 真正的威胁 与其说是舰船 不如说是军机 任何过于靠近水面目标 恐怕都撑不了多久 下一则 新型战争的时代 已经开启 许多在科幻电影中 展现的场景 如今已成为现实 继续往下 未来无处不在 只是欧洲这里 比内里少了一点罢了 再往下 是的 太棒了 冰川正在融化消失 很好 我们就继续一心一意 搞相互毁灭吧 下一则 正紧锣迷鼓地为台海战争 做准备 人类反正也干不了别的了 看更贴 不 不是台湾 中国将攻击俄罗斯 再往下 这是下一个防御性武器 下一则 中国人民解放军 正在为与美国的战争做准备 这一点显而易见 但不太清楚的是 这种态势究竟由哪一方主动引发 人们也可以将美国的关税政策 解释为有针对性的战争准备 这比像标准报这个优质媒体所做的那样 将其描述为意识形态驱动更有意义 不如分析一下 这些关税是否实际上 旨在追求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脱钩 以便在战争发生时 不受空祸家的阻碍 也看更贴吧 那些中国水军到底从哪儿来的 对此做一番分析 也许也值得吧 下一则 说真的 眼前真是变成现实的这一切 让我感到害怕 而马斯克还计划未来 每年量产100万台人型机器人 黑镜及视感十足 看更贴 我更怕的是中国的机器人 因为他们真能用 马斯克放的那些话 到头来多半都是胡扯 下一则 是啊是啊 和平用途 所以当然 又配上一枚格外和平的制导 滑翔炸弹来展示 若遇和平必先备战 如此这般 我早就知道了 不过仍算一件漂亮的宣传屏 继续往下 再见吧 人类 终究无济于事 我们实在是太愚蠢了 偏偏还在这浩瀚冷漠宇宙中 唯一独特的星球上 再往下 去他的巴黎气候目标 2040年和冬天 最迟2050年 人类文明崩溃 在此之前的日子 也绝不好过 战争 环境破坏 贫困 饥荒 独裁 显然大多数人 几乎已迫不及待 正满坏雄心 且目标明确地朝着这个结局崩去 他们选出了一个完美契合 这一剧本的领导人 无论大事小事 也都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 日渐蔓延的普遍愚昧 与道德沦丧 每天都能真切地感受到 至少我们这些较为敏感的人是如此 我们如今早已坐上这列快车 正全速冲向毁灭 却已无力阻挡 看更贴 得了吧 清用目标早就过时了 现在实行的是 害怕俄罗斯 中国和特朗普 看更贴 那么 请从积极的角度看 这样一来 我们就为费米伯论 提供了大筛选解释的实证 德国知事说明 费米伯论 及大筛选 是关于宇宙及文明的 这里展开的话就太复杂了 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了解 继续看更贴 哎 反正 所有政客都向我们承诺 到2050年 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出了灭绝 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再往下 当博士顿动力 还在自豪地展示 他们的超级机器人和机械驼兽 能独自四处走动 表演花招时 中国早已让狼群列队行径 没那么优雅 却要吓人得多 下一则 我干脆不为养老金存钱了 全球又转 而他们掌握着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 几年内就会成为通用人工智能的AI 自主无人机 气候无危机 伊斯兰主义 俄罗斯 现在又多了个美国 继续往下 这个人调侃的说 最好把俄语和中文都学了 那样就没有什么能瞎到你的了 再往下 电影《终结者》正在成为现实 只是和电影里有些不同 未来最强大的个人 公司或国家 将不再是那些拥有大量工人 士兵或人口的 而是那些拥有最多无人机 机器人等 以及配套高性能计算机的 但和终结者不同的是 人类对抗的将不是自主的机器 而是有上层操控的机器 看跟帖 说到底 从来都是上层对下层 而不是左派对右派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 或者别的什么对立 继续往下 倒不是我希望事情真的走到那一步 但我还真有点好奇 到时候 这些东西究竟有多少 能像他们设想的那样管用 看跟帖 面对一百架无人机 恐怕只能说足够多了 这类构想的核心正是如此 依靠数量优势 预计会有若干故障 被击落或失效 但只要在每架无人机上装足炸药 即使只有三到十架突防成功 也足以造成重大破坏 再往下 难怪美国倍感压力 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有创新力 也越来越强大 看跟帖 中国尤其具有帝国主义和侵略性 邻国并不怎么高兴 这让不少国家联想到日本的扩张战争 即1937年起所谓的太平洋战争 再往下 悬赏击落 打倒中国帝国主义 下一子 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在乌克兰看到它投入实战 没有比这更好的实战测试长了 看跟帖 问题在于 中国会把这无人机航母提供给交战双方的哪一方 再往下 不好说 美国自己就有各种型号的这类航程相近的无人机 所以要是真用这玩意儿去攻击美军基地 立刻就会招来大批远程无人机和轰炸机的反击 我反倒更担心台湾之类的地方 几架这种无人机航母能靠得足够近 用大量小型无人机淹没防空系统 到时候 对方只能被迫选择 是拦截战斗轰炸机 无人机航母 无人机封群 还是迎面而来的导弹 等等等等 反正 故此失彼 不可能全都拦得住 再往下 对欧洲同样危险 这些无人机航母 不仅威胁美军基地 俄罗斯也可借此 大幅延伸其无人机作战半径 从而用无人机威胁整个欧洲 下一则 必须现实一点 面对这样的发展 人们必然会 也必须联想到台湾 下一则 九天潜在的军事打击能力 显而易见 但中方仍努力将这款新机型 宣传为民用或和平目的的 多功能无人机 2025年 中国正走在日本 1935年走过的道路上 再往下 中国军队宁可谈论九天的民用用途 真是个绝妙的自相矛盾的说法 军队谈论民用用途 这也清楚地表明 对台湾的攻击 并非入侵或战争 至多只是一次侦查任务 或特别行动 咱们看跟帖 也是最后一条评论 我几乎可以肯定 他们会宣称 这是针对分裂分子的国家安全措施 分裂分子的定义是任意的 与此同时 这是一种宣传手段 旨在将分裂分子描绘成 民进党的乌合之众 是压迫台湾亲中爱国者的少数群体 这种宣传早已存在 许多中国人似乎并不知道 大多数台湾人并不想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准备工作已经在进行中 台湾的分裂分子现在可以被处以死刑 中国的一些将军甚至提议 至少对分裂分子的领导人实行公开斩首 好的朋友们 评论区几乎清一色负面看待中国九天无人机航母 老实说朋友们 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当然对此欧洲人也是担心的 前两位不是说了吗 万一俄罗斯也获得此类武器 就可以威胁整个欧洲 从评论看 他们不愿意把俄罗斯当成欧洲国家 好的朋友们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